再遇到这种舌头 真叫人头痛 再遇到这种舌头 真叫人头疼 想要治好了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条理其实并不难 难上加难的是要彻底根治 为啥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毛病呀 说实在话 还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房事 生活太随意 完全都不知道节制 想要单靠吃药来维持 那能行吗 咱们来一块看看舌相 整个舌头呢 又白又厚腻 并且这个齿痕很严重 这说明是典型的脾肾阳系的问题的 平时提不起劲不说 还会有腰酸腿软 一吃东西就肚子胀 拉肚子 并且大便不成形 你看他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肾阳受损 湿气没办法被韵化 长时间堵在身体里 还影响脾胃的功能了 可不是雪上加霜吗 所以你看这舌头颜色非常淡白 这种调理啊 最关键的可不就是别再任性了 房事生活可一定要节制 另外也要搭配上健脾补羊 运化水池的方子来义气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